这也是近年来欧洲选手非常明显的进步之一 张家良现在是5比6落合一分 张家良发转球对方反手回线 如果这个正反手的胡签球让他冲上的话 那么就很难防守因为速度很快 很大的困难 中国选手张家良也是打转球然后开始扣杀 第三板第四板注意变线 好好球 实力的线之一 而且在手中放高球当中能够找机会 顺利扣杀 展开反击 那么张家良在进攻当中刚才这球打得非常的激进 大家注意看 一板左一板右一板长一板短 注意叫做对方 张家良接发球失误 张家良利用机党挡住对方的反手回线 解说顾问姚真希同志也给大家做了介绍 这对面选手可能是打中手 数比较多 反手回线 有的时候还难以这个挡住对方的胡签 目前这个中国的近台快攻的推挡在 如果能够在这个防守当中能够在这个推向当中能够利用轻 这个轮次刚一发球的时候是8比12落后 现在是连得了三分 带着一分 对方回线比较短 现在反手 阿尔松反手 阿尔松发球得分 集数战斗就显得更为重要 当然如果这个全三百集数不了战斗 那么在相似当中 这来讲那么自然是欧洲选手的特场 快要到这个中级了 所以对于加加浪来讲是非常严峻的 加浪利用反手回答 正手攻击板 8号球 反米13比12超出 那么这个轮次看加浪利发球运动怎么样 8号球 更丰富了 现在是换8球 17比18 再干净一些主动 二球 卡尔松十八比十九落后一分 战戴良回转轴 对方反手回线 战戴良准备新发击响功 战戴良回转三球 卡尔松八球响功 二十一比十九 我们再看一下 重放的这个慢进球 卡尔松八球 战戴良回转比较高 对方一般那个 对这个开局 现在看来很重要 这一档子 战戴良发球队长 战戴良发球队长 其实这一档子 参加了一个 开始 考虎 不加 你 依然是有一些雷震不受 輪到江家梁發球的時候 他這一側這個電動技巧而上 這樣變 卡爾松他善於這個側身提拉弧先 實力比較強 好好球 解放孫享輕裝上陣 好好球 好 十比七 江家梁發短球 對方反手在擋的時候出界了 轉 發球想中和發球連續得了五分 好好球 要保持自己有一種興奮狀態 很快 一般反手這個弦仙 很快要準備 看你那從目前一針高低的 這樣的實力 看來是 兇猛有餘而穩健不俗 這種打法看來也並不太可惜 張家良注意電線 大顯神威 對方發展球 反手 正手來衝 好好球 張家良追求對方回球失誤 非常張家良以21比12 又拿下了第三局 張家良以2比1 戰勝了華爾松 為中國乒乓球難對 刺青